如何从网路上把这些资料 百亚性有100 当然不止160个 我们只有从160个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上面 前面我们有经历过就是说 如何把这些东西按照它的顺序 照前孙女把它放到这个格子里面 应该还有印象吧 我们用密的函数 然后把来源基本上就是从哪边呢 来源就是上面这个储存格 然后呢 这个公式部分的话呢 记得就是栏位的锁定问题 比如说锁栏锁裂 哪边要锁栏哪边要锁裂 特别注意到这个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这个概念没有的话 以后要抓资料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后来改成那个Column跟Row的部分 这边的话 我们假设上面刚刚是有编号的情况 比如这边有1到20 这边有1到8 可是呢 如果把这些都删掉 那你如何去针对你那个位置去定位 那这边我们是用Column跟Row去做一个变化 因为再来的话下下礼拜是其中考试 其中考试的话 其实我的预先的想法是上机测验 上机测验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 你就是要把它变出来 OK 天哪 上上礼拜如果你还会应该大部分都做出来 可是如果说不给提示 叫你把它做出来的话 可能有点问题 就是 有问题吗 应该还好吧 反正就是照 不过我影片也把它录下来 我只是好像还没有传上去而已 到时候还是会贴到Polo上面 然后你们再把影片看一下好了 OK 那基本上呢 我们前面做过几题练习 那就考几题 这样OK吗 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有102 104 然后再来107 107是998表 再来就百家信 对不对 应该OK吧 四题嘛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再来讲一题 那个延伸的题目 像如果说假如 这个上面放的不是百家信 而是三字经的话 那三字经因为三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 那如果说我三个字放一格 三个字放一格的话 这要怎么做 另外延伸其实在 就是 古典文献里面很多都是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 所以这部分该怎么做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 待会的话呢 可以先试一下 就是说 我们云端上面 还有一个题目 云端白板里面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百家信 这个百家信里面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这边有一页图了 就是还是先把什么呢 网路上面的 这个百家信先抓下来 所以呢 你如果要抓到 那个网路上面的三字经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 你可能要先输入什么 这关键字 三字经 这边 OK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 这边是 维基百科嘛 那你会发现呢 哪边有 这边还有YouTube 三字经 里面的话呢 大家把这边点 这边还有全文 这边有全文 点进去看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假如说 我希望把这些怎么样 全部抓下来 好像太多了 也许你可以抓部分 再来练习一下 我希望三个字 三个字 帮我把它放在一个格子里面的话 这个要该怎么做 一个变化题 来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 希望就是 当然第一个 你先Google一下 那个三字经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些资料 太多了 也许 假设我们这些资料 通通要把它放 可是我希望能够 第一个 先能够 我假设我希望能够看到的结果 类似长这样子 完成画面 各位可以在云端上 可以看到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它分开好了 之前是把它放在 上面 A1的位置 那如果说我今天 甚至还可以分版本 不同的版本 你会发现 清朝的版本 跟民国的版本 也会不一样 那如果说我今天 先在 Essal里面 第一个先产生一个 什么 先产生一个 假设我今天开一个新的 新的工作表 这个新的工作表 里面的话 那我就在 这个里面好了 假设我们整个贴过来 我就全部把它怎么样 这个范围全选 并且跨栏至中 然后让它靠上 跟靠左 OK 那待会把东一贴上 不过如果直接贴上的话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我不需要的资料 所以 你找到三字经 关键字三字经的话 里面我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版本 这边有全 还有其他的 蛮多蛮多的版本 可是呢 其实你会发现 不同的网页里面提供的 给的那个版本 也稍有不同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版本 那假设我们 如果希望 比较说 奇怪 前面的版本 跟后面的版本 两者之间 有什么差异的话 该怎么做 OK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 也许就先用哪一个呢 我们可以找一下 也许下面这边 有个全文版好了 全文版这边 底下好像还有什么 清版 民国版等等的 也许你们可以再找 其他版本来比较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放到Excel之前 Excel里面 当然你如果直接用的话 你将来会切割 里面可能有空白 有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把 这些资料 先 我跟那个之前 百家信一样 可以先利用什么 利用Word 先帮我做 排除一些 不需要的资料的 那个动作 所以第一个的话 先把这些资料 从网络上 抓下来之后的话 第二个呢 先再开启那个Word 那观察一下 里面有哪一些 是我不要的 首先的话打开了 他们前面也是一样 打开这个 贴上它 贴上之后 那一样的话呢 你就照那个Word 里面呢 找一下 上面有一个 什么显示隐藏 特别重要 这个显示隐藏很重要 打开之后看一下 这些东西 那基本上 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取代掉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它原来的 分隔符号 可是这个分隔符号呢 我不希望它存在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前面这个编号部分呢 如果我也不需要 它的话 那怎么把它去掉 比较快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什么 把这个先去掉 你会发现这个圈圈 那怎么去掉 比较快 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个圈圈 复制一下 选一个就好了 Ctrl C 再到那个 Ctrl C 复制 再到取代 取代 其实取代 就Ctrl H 取代 那把刚刚这个东西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底下空白 有没有 这个贴上 然后这个空白 这空白意思是说 把它取代成没有 所以把它全部取代一下 那你会发现 瞬间 有没有 它就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里面的所有的 那个什么呢 所有的那个 这个这个 刚刚的这个符号 全部都去掉了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需要什么呢 再把这个后面的换行符号 给去掉 因为到时候 我要能够放到Esser里面 我希望它全部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之后 大概切割 比较好切割 不然多一个 这个换行符号 会有问题 可是 在去掉那个换行符号之前 你有没有发现 前面有一个什么 编号点 这个要去掉 可是要怎么去掉 比较快 其实我教各位一个一招 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话 理论上应该你要选它 然后再选到2 可是你会发现 你选不到下面 它会一直怎么样 选到旁边才能往下 那所以如果你要纵向选取 因为你预设是横向选取 纵向选取的话 这一招不晓不OK 我们按ALT键 ALT键按住之后 你会发现 你键盘上有个Auto ALT 按住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会有奇妙的现象发生 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可以纵向选取 不过特别之后 这个时候好像会选到那个人 一点点 不过这个时候 你把它Delete掉看看 删除掉 这个编号看看 有没有发现 底下的编号 全部就消失了 有没有发现 OK 特别之后 Ctrl Z一下 再教各位一次 特别之后 你要选 平常是这样 这样选过去 它没办法纵向 对不对 你只要做一件事 ALT按住 有没有 再往下 ALT键按住之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它就可以怎么样 纵向选取 然后再来怎么样 Delete掉 接下来呢 再把什么了 把这边的东西 这个叫什么了 之前有讲过吗 Ctrl H 然后呢 记得更多 找到指定方式里面的什么 段落标记 这个有印象吧 这边更多 指定方式 段落标记 放在这里 OK 那把这个 换行全部都去掉的话 就是这个符号 加一个P 向上符号加一个P 全部取代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已经取代60个 空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 这个三字经里面呢 全部串在一起 之下 Ctrl C 再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刚刚的 这个Excel 把它跨栏字中之后 靠上跟靠左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OK 那你会发现 我们资料就已经全部在这里 那这个东西 也许你可以把它改一个名称 它叫三字经 那只是说呢 我如果要把它怎么样 做资料的什么呢 分割 那我希望呢 一个储存格 就放一个 一个 那总共的话呢 我希望有八个栏位 八个 把它拉宽一点点好了 A到H A到H栏 希望A到H栏里面呢 那就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一直往下 那我要怎么做 不过这个题目跟之前的 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换行 我还记得吧 右键 储存格式 做什么呢 把这个对齐方式 有没有 自动换列 按确定 然后换行 如果我再来 我希望呢 把刚刚的三字经 自动帮我 把人之初 性本善 一直帮我排 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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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怎么做 OK 该懂那意思 只是 要如何做 我们要把 这个如何做 把它做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刚刚第一个 请各位Google一下 找一下那个 网路上那个 三字经的全文 那我刚刚是用哪一个呢 我刚刚应该是用 比较下面的一个 就是 它叫什么 三字经全文 它我是从那个 中华启蒙学堂里面找的 OK 可能就又到I好了 因为A的部分 干脆把它留下来 然后做什么 因为分两阶段好了 第一个是有编号 比如说我今天呢 上面可以 我是选B到I好了 就是这8栏 然后上面的话 给编号 1到多少 1到 按砍插件 1到8就出来了 1到8栏 这边的话 也是1到 可是这个往下多少 我不知道 我先给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假设到99 因为我不知道说 底下到底最后放过来 会有多少个 那我可以先把这个地方先给编号 我们待会可以做两种模式 一个是什么 有用什么 用那个MID MID函数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用MID函数 把这边的东西 帮我搬到这边来 而且哦 这个跟之前那个还蛮像的哦 有没有 百家信里面有160个 信是 但是三字经的话呢 它是三个字 人之初 信本善 有没有 然后一直往这边帮我放哦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这边的话 它会提示一下 上面有 可以插入什么了 插入那个 一样是文字函数 我们用什么 用MID函数 MID指的是 要去抓什么样的资料 从哪边抓 从三字经这个工作表 所以你可以点它一下 它会多一个三字经经它 指的是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这个储存格 A1 OK 按确定 第二个问题是 那请问一下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抓 那我要从 第一个字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哦 上面有这个 OK 那1的话呢 那抓几个 抓三个 你如果按确定的话 我们试一下 当然这边按向右 你会发现 不OK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你做完之后 请记得 这边 A1 记得要先按F4 因为这个范围 你不能因为向右向下而改变 因为一定都在这里 三字经里面A1 按确定 好 那理论上这样 向右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向右的话 这个B会变成C 一样是E 所以理论上应该说 可以三个字 有没有 人之初 之初性 初 所以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 它虽然是三个字 可是呢 它这个地方的话 并没有让它往后抓 所以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你要能够把这个哦 有没有 这个应该是 从第一个字是没错 人之初 可是到这边的话呢 它应该是 从第四个字开始 人之初嘛 那这个2怎么样 可以变成4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再来这应该就什么 再来4 再来就是6个字嘛 再来7 然后 以后OK 这个地方可能需要一个规则 那请各位想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第一个 我先把资料贴过来 第二个的话 用密的函数 有没有办法把 三字经里面的全文 自动的每八个栏位 就放三个字 这个我想请各位先试着想想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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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